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周末愉快 这是我们白嫖乐玩家的第八期 今天的话给你介绍几款免费的压缩效果器 压缩的话在婚姻里边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传统婚姻的三大件 压缩均衡还有混响 那么足以可见 压缩效果器的历史地位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一款免费的压缩效果器呢 来自于AudioDynamage的Ralph Rider 3 它的官网是audiodynamage.com Free Downloads 这边的话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官网 然后这边的话有Download 就是下载 然后支持的格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支持的是VST64 还有苹果系统下的 还有IOS的 还可以支持Linux 包括你像Ubuntu 都可以使用这款压缩效果器 我们直接点击这边的Download 然后它就进入到了下载当中 好的 我们已经下载完成 打开这个压缩包 这边的话有几个版本 这边的话是Windows版本 这个是苹果系统下的版本 这个是Linux的Ubuntu的版本 因为我是Win1064位 所以说我只需要把Windows版本的解压过来 这边的话是有Mac版本的 这边是有Linux版本的 然后呢我们双击打开这个应用程序 然后这边点击Next 点击Agree 我同意 这边的话它会问你你要安装哪个版本的 这边是64位VST的 这边是64位VST3 这边是64位AX的 AX的是应用于Protools的 在这边的话 我只需要安装的是前两个版本 因为我并没有Protools 这边的话更改一下我的安装路径 我的安装的路径的话是D版的YST alone 然后直接点击Install 它就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点击Next的 这边Finish 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这就是关于这个Rough Rider的安装 下面给你介绍的另外的两款压缩器 来自于我们之前介绍过的TDR的两款压缩器 它的官网是Tokyo Dawn Labs 当我们点开这个官网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有Molotalk 还有这边的Kotai Oniko这两款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进入它的详情页面里边 当我们进去之后的话 这边是它的下载地址 这边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是Windows Installer Windows底下的安装程序 Windows No Installer 这边的话它是不需要安装的 然后你只需要把对应的文件释放到对应的位置 然后这边是苹果系统下的 然后这边是它的用户手册 这可是另外的一款 然后这个也是同样的 然后今天的话给你演示的是安装版的使用方式 点击这边的Windows Installer 然后它就进入到下载了 当我们下载完毕呢 这边的话有对应的下载安装包 直接把这个setup先解压 然后安装 这边点击next 点击iosept agreement 然后点击next 然后这边的话它会问你你要安装到哪里 然后我需要把这个安装到我的地盘下面 然后这边它会问你安装的格式 有32位的VST2还有64位的VST2还有32位的VST3 还有64位的VST3还有64位的AX AX的四位Protools所准备的应用程序 在这边的话 我只需要安装64位的版本即可 然后AX我也不需要点击next 然后这边的话我更改一下我的安装路径 直接在这边我直接点击next 然后这边它会问你VST3 VST3一般情况下都是默认的这个目录 Program Files Common Files VST3 这个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已经讲过了 直接点击next 点击install 就可以去进行安装了 这边点击finish 安装完成 然后另外的一款modal talk 安装也是同样的方式 然后呢我们就不再去进行多说了 然后点击next 好的这三款压缩器呢 我们现在就已经安装好了 好下面简单的给你讲一下这一款 效果器的使用方法 第一个输入音量 输入音量的话代表的是 进入到效果器里边的音量有多少 向右边转是进行一定的增益 向左边转的话是进行一定的衰点 默认的话是零分贝 也就是说所有的音量全部都进入 然后这边向右转的话还可以增大 然后这边的话可以减小 这边是啊 full bandwidth全频段进入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把这个功能关闭掉的话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温暖的一个染色 如果说我们开启的话 它会把所有的频率全部都输入进去 进入到这个效果器里边来 然后这边是signchain hpf 关于测链的设置 这边得开启它的external sidechain 然后这个功能才能够去进行开启以及其作用 它的目的呢就很简单 就是低于这个频段 它是一个低切功能 把100多赫兹以前的这个频率 比如说890这种的频率 进行一定的切除 不进入到测链模式当中去 然后这边呢是它的压缩比 这边的话就是普通的resual的值 这个是它的threshold的这个值 就是传说当中的预值 make up again 不常增益 attack time 启动时间 release 想要时间 然后mix混合量 假设如果说0 那么它就不混合 百分之百 那就混合百分之百 这边的话它是output level 输出音量 向右边转的话是增益 向左边转的话是进行衰减 最大的话可以增益5个DB 我们简单的先听一下 我们可以听到输出增益的音量会很明显 然后这边的话 因为我并没有设置到sign chain 单独一个轨道 是没有办法sign chain的 所以说就不去进行给你去进行测链了 这边的话是resual 这两个是进行配合着去进行使用的 比如说我调整到0 没有任何变化 超过-30dB以上的声音将会被压缩 不压缩 不压缩 当然阳格医生来讲的话 关于attack的这个东西的话 你只要是进入到了压缩器里面 attack起作用了 那么它就是进入到压缩了 只不过是压缩量的多和少的问题 因为有attack时间的启动的跟随 功能的话大体上就是这样 如果说你想使用好的话 那么你就有一定的压缩器的使用基础 这边是它的预制 这边它给你了一堆的预制去进行调用 具体的关于压缩器的使用方式 就不再去进行多说了 不同的软件的话 它有不同的侧链的方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关于TDR的Molotalk 这边的话是它的一个压缩器的地方 这个还是老规矩 SignChain HP 也就是说 不进入到SignChain模式的一些频段 我们可以去进行 把一定量的低频 去不进入到SignChain模式里面 然后这边的话 是它的压缩比 makeup gain 和刚才一样 补偿增益 然后这边threshold 起作用的这个值 也叫做预值 然后near的话 是代表它的拐点 这边的话 可以设置压缩的拐点的软硬 这边attie time 就是启动时间 然后这边它有 alpha beta omega 一共三个模式 三个模式的话 对应的功能是这样的 alpha的话 代表的是这个压缩器 是能够立即响应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beta的话 代表的是 减少过度压缩的模式 那么它调整的 就是压缩比较柔和 第三个模式 叫做omega 这个调整的是release的延迟 启动的这个时间呢 几乎是不受到影响 然后这边呢 调整的是release 显应的时间 然后这边是makeup 不常增益 然后这边呢 调整的是dry mix 原始的干声的信号的混合比 然后这边是bypass 跳过这个插件 然后这边是delta的话 是可以对比 不调整这个makeup 屏蔽掉 makeup gain 和output gain 好我们调整之后的声音的 这样的一个对比 整个功能的话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的话可以调一定的预置 然后这边有stereo模式 还有单声道模式 这边是普通的压缩模式和测链压缩的模式调整 这边的话是关于延迟的调整 这边利物的话是代表的是低延迟的调整 这边的话是如果说你是应用于后期的话 我们可以允许它占用我们更多的cpu的资源 当然响应的这个时间肯定不是实时的响应 这就是这款压缩器的使用 首先先说一下这几款压缩器的风格的话各不同 这个tdr的话感觉上就是会比较数字一些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tdr的cotalnico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它对于低频的一定的调整 假设如果说我们切掉这一部分的低频 也就是说代表这一段的低频 它不进入到它的压缩器里边 然后这边的话slope的话代表的是它的这个斜率 斜率越高的话切掉的这个东西就越多 当然如果说你也获得到一个比较柔和的就可以调整成这样 当然flight的话是完全平直调整到flight之后 这边的frequency频率是调整不了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调整的是立体声的这个方式 因为我是一个单声道的声音 这边它的声音是一个单声道的 所以这边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然后这边它是一个thwartal的值 也是和之前的压缩是一样的 这边的peak crist 这边是均方根的一个调整方式 这边是peak实时显映 然后这边是rms显映 然后中间的话调整的也是quare release的软硬程度的问题 然后它是有不同的算法 这边的话如果说我们向这边调整 就进入到了它的peak模式 就是根据它的电瓶去进行实时的调整 然后这边去进行rms均方根的调整 这个调整的是均方根的release时间 然后这边是它的软性拐点的调整 就是你的拐点是比较直接的还是比较软的 这个拐点的硬还是软 这边的话调整的是它的racial的值 也就是说它的压缩比 然后这边是attack 这两个共同组成了它的release的时间 它有不同的模式 然后这边是gain reduction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能够压了大概多少 然后这边是makeup gain 然后就是补偿增益 然后dry mix原始的干生的信号混合多少 这边是output gain输出增益 然后这边delta的话 这个功能是delta delta的话这边的话全部都屏蔽掉 这边是全部都屏蔽掉不起作用之后的情况 然后这边bypass跳过整个插件的功能 如果说你想用好这几款插件 那么你一定要掌握压缩器的使用的技巧 这个是你需要去花时间去洗得的 我的视频很短 所以你可能学不会那么多 如果说在中间参数上面 这些参数对应的功能有问题 或者说你有疑问 那么请你慢慢的花时间去进行学习 因为时间原因我不可能再去给你讲的非常的详细 希望你能够理解 我们有一个交流群 群号的话是576-20862 加群口号带我一个 如果说你对本系列节目里面那些东西感兴趣 然后欢迎一起来白嫖 之前视频里承诺过的中文的说明书 也陆陆续续的传入到了群里面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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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